《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病的一種 病人有異常妄想的試試方法 又或者出現崩潰的情緒反應 病患者更甚至會執迷於一些奇怪的想法 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多數在青藏年的時期之間顯現出初期的病症 例如情緒不穩、工作表現或學業成績突變、性情大變等等 如果身邊的朋友或親人有以上不慎常的行為 或者情緒的變化 一個不小心,分分鐘就會演變成悲劇 在2010年7月22日的凌晨 一個普通不過的驗嚴霸夏日的晚上 新界荃灣鏗和街一個住宅單位 發生了一宗並不普通的凶殺案 一名15歲的少年簡家良 在毫無徵兆之下,突然狂性大發 在家裡亂刀斬死了她42歲的媽媽南賢金 以及其12歲的妹妹姦仲宇 簡家良60歲的爸爸姦福區 她做夢也想不到 在一個多小時前 她的太太一如以往在自己的茶餐廳幫忙 一對子女也在茶餐廳吃晚飯和打機 一家人有說有笑 直到晚上十點多,老婆子女先行回家 而在一個多小時後 一件令她心痛欲絕的倫常凶殺案 就這樣發生在自己家裡 凶手並不是其他人 而是她15歲的兒子姦家良 她的子親在一夜之間 變了自己殺妻殺女的仇人 用菜刀亂刀斬死妹妹和媽媽的簡家良 換走了身上染血的背心 藏了菜刀在背囊就這樣離開家 沿途簡家良還想隨機斬殺其他人 但是並不成功 她戴著染血的殺人刀 和染血的黑手套 逃走到荃灣海濱公園附近陪會 之後她報警自首 被捕後的簡家良向警方表示 我要繼續斬 我要繼續殺 我要斬殺所有的壞人 我在里城的中學讀3A 世界變了人要死 冰川會融化 大浪西灣有三彎 我只有兩條路 一是繼續斬 一是就報警 現在我沒得選 我受了傷 我唯有報案 家中遭逢巨變的間覆區 一家四口 只剩下自己 兒子現在正在 小濫精神病治療中心福建 60歲的區 唯有每天回個24小時營業的茶餐廳的看店 累了就回家睡 睡醒就上班 唯有用工作麻醉自己 當她每天回到她自己爛冰冰的家 對著她老婆子女的遺照 男男治癒 還有寫信給她們 訴心事 簡覆區每天自怨自喊 自責自己 為何每一早發覺 自己兒子原來有精神病 案發的時候 沒辦法好好照顧妻女 簡覆區唯一的心願 就是簡家娘 可以有一天好得回 起小嵐出回來 跟她一起到媽媽和妹妹的寧前 醬佛